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他确定要吃牢饭了 为什么这样子呢 扭成泽在拍一个电影叫《跑马》 当时他就很喜欢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 所以他有一次就借故要请工作人员到他家里面去吃饭 当其他工作人员都离开之后 他就硬是性侵了这个女工作人员 而这个工作人员其实当天还生理起来 苦苦哀求你不要这样对待我 可是可恶的扭成泽竟然还是硬着来 后来女方对他提告之后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我一直以为对方对我有好感 其实我们本来准备要交往 他还暗示其实是女方主动现身 也就是因为这些说辞 让法官认为扭成泽 你根本是犯后态度不佳 你没有任何反悔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第一时间 扭成泽出来道歉 但毫无回忆 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恐惧与寂寞 然后不断地送出祝福给自己 会负起责任 不会逃避 从来没有 威胁强迫他人的意图 他人的痛苦或不是 那我当然觉得非常的抱歉 其实受害的女性不止一位 没有错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扭成泽有关 他跟女性工作人员 或跟女艺人之间的争执 非常多 为什么呢 这一次这个女工作人员 被性侵的地方呢 是扭成泽的住家 他在他的住家的楼上 加盖了一个地方 那我们大家就称 那是扭成泽的顶家乐园 为什么叫顶家乐园 请注意哦 他上面当然是 整个看起来这个景观很棒 可是大部分是榻榻米 很多女记者女艺人 其实都去过那个地方 除了榻榻米之外 就一张床 然后呢 比较特别的呢 是有一个独立的浴缸 那那个浴缸呢 旁边全部是玻璃帷幕 然后墙上摆满的全部是红酒 扭成泽常常会找 妹到那个地方去玩也好 谈心也好 就跟对方讲说 你看喝了酒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泡澡了 在那个顶家乐园里面 也是扭成泽的极乐天堂 那个墙壁上哦 你知道吗 就跟星光大道一样 好多知名的女艺人哦 天后都在那个上面签名 甚至很多女艺人跟主持人都说 其实我也去过那个地方啊 我都以为豆岛是个文青 是真的是文青吗 总之这个地方 当然就是她的乐园 但是说到这一次扭成泽 终于要吃老饭 有很多网友就说 天啊 原来包青天 在25年前就已经 沈玉言说豆岛 你一定会吃老饭 妙了吧 沈玉言 再也没人来打交我了 你欠我的相思战 也该缓一缓了吧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再不放开我 你要是自己 你放开我 我哭 你怎么进来的 你不要管我怎么进来 你倒是要关心 你将会有什么名誉 好 这是过去沈玉言 带我们回来谈扭成泽 其实扭成泽的争议为什么那么多 是因为他从演员转型做导演之后 各位知道 不论是电视剧或者是电影 导演是最大 导演的权力也非常大 可是他常常会自肥 怎么说呢 他曾经导演了一部电影 非常好看 当然卖作业很好 叫做爱 在爱这里面 有赵又廷 有阮京天 有赵薇还有舒淇 这么多大牌 那你身为导演 你就需要自己去演吗 他偏偏就要在那个里面 嘎一个角色 什么角色呢 演一个富豪 那这个富豪去包养了一个名媛 这名媛是谁演的是舒淇 于是富豪跟名媛之间就有床戏了 不就自己加的吗 而且工作人员还爆料说 偏偏他的这个床戏一直NG 一直NG 那你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童馨出身吗 为什么这个床戏就一直NG 你不是自肥 那什么叫自肥呢 除了爱这部电影引起争议之外呢 在早以前还有一个电视剧照 我在墾丁天气情 其实这部电视剧 还不错 虽然纯爱剧 可是纽承泽当时就被爆料说 他对张军令 也就是这个电视剧的这个女主角呢 很有好感 而且呢还情浮自尽的 就亲了张军令的脖子这个地方 那这个消息呢 被一些媒体记者知道之后呢 这个电视剧当时有做了一个记者会 那有女记者就问这个纽承泽说 豆岛听说哦 你好像很喜欢张军令 而且还去亲她 你知道女生人是怎样吗 她那个当下因为可能是有点喝醉了 喝了蛮多久 她就对着那个女记者破口大骂 你知道她骂什么吗 她说你信不信 我把叉叉塞进你的嘴里 你说她可不可恶 我必须这样讲 因为是谁纵容这样的人 这不就是恶霸吗 然后她因为是喝醉了 所以她第二天清醒之后啊 很怅 她就打电话给那女记者说 很抱歉啊 很抱歉我昨天 这个不是故意要羞辱你 不是故意羞辱你 你会说这样的话吗 那这件事情之后呢 还有一大堆的问题 包括了各位 漫画这个电影总看过吧 很红 漫画这个电影也是斗倒 臣民跟爆红之作 来 太子帮不求同年同月生 但求同月同日死 当时呢也掀起了非常大的一个 黑帮电影的风潮 总之这个电影的确很成功 可是你知道这个电影里面 有很多的细节 包括什么呢 这电影里面 有一百多个小弟在火拼 有一个说法事实上是真的 这些小弟都真的啦 因为纽承泽呢 是靠他的人脉 去请黑帮大哥 动员了这些小弟 就来火拼了 来当灵眼 所以这些灵眼 他真的就是平常在混的小弟 对 所以那个打下去是真的 因为灵眼他自己不会控制力气 好 那有一天有一场戏呢 是这里面的一个 男的灵眼爆料 他说我们有一群人呢 就站在那里像操场一样 一百个人给他海选 那斗倒就来了 因为那场戏不是火拼 是要选一个女灵眼 跟男主角阮经天跳一场舞 而那个舞就是有点贴在一起的舞 那阮经天一直没有办法入戏 那斗倒就说你们给我站好 然后他就走到这个台前就说 那个你你你你过来 那个女灵眼呢身材好长得很甜美 然后呢 这个斗倒就跟阮经天说 小天看我的 他就过去抱着人家的腰 然后贴着人家就开始非常忘情的跳舞 这一跳还挑眉 总之就从头到尾就是一种 在把妹的姿态 然后就跟小天说 怎么样 我很厉害吧 你就是要学我 可是其他的灵眼就在网络上爆料说 怎么看都觉得 你不是在示范演戏嘛 他不是在教戏 你就是在吃豆腐嘛 对不对 而且你只要跳一次就好 为什么要跳三次跳五次呢 而且越摸越过去 那显然每一次 他当导演的戏呢 似乎都有自肥的嫌疑 不过说到这 其实扭成者之前自己也讲了 他常常会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他要靠一些酒精跟性爱来抒压 我们来听过去 他怎么谈他自己的感情观 能不能不要急着把对方扑倒 能不能多一点尊重 多一点耐性 我现在仍然是个混蛋 但我是一个有反省能力的混蛋 我仍然是个浪子 但是一个慈悲的浪子 其实当年是有好朋友 撮合我们的脚 帮我去的那个地方 就是你知道吗 好像是一个公寓顶楼加盖 我很少跟人这么单纯的约会 这辈子没超过几次 真的吗 罗德荣幸 所以陶静也去过顶家乐园 但是我们回来讲 纽承泽的争议不仅只是在感情面 他其实在拍片的过程中 《军中乐园》也爆发过争议 所以有些人认为 纽承泽是不是最后就大头震 因为几部电影让他中了 他就变成一个大导演了 其实后来他要拍一部电影 叫《军中乐园》 各位也知道《军中乐园》 它主要场景其实在金门 那在拍电影之前 他必须把工作人员带到金门 去做一个看警的动作 那基本上军方国防部 要协助他拍这一部电影 军方也释出很大的诚意说 你如果要事先去看警 你要把所有工作人员的 基本资料给我 我才能让你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上军舰 各位 你以为我们都能够上去军舰逛逛吗 然后拍照吗 绝对不可能 以军方的规矩是 你要把基本资料给他 纽承泽当时就直接先问军方说 我有一个摄影工作人员 他是大陆的摄影 他叫曹玉 军方明白的告诉他说 不好意思 只要是大陆人 通通不准上军舰 这本来就是人家的规定 结果纽承泽硬是要夹带 那个摄影叫曹玉 那他写基本资料的时候 写什么你知道吗 曹玉国籍中华民国 曹玉的国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吗 所以他撒谎 他不但撒谎 他伪造曹玉的身份证 然后就把他带到军舰上 带上去军舰之后 军方就听到消息 就问剧组说你们是不是夹带了大陆的工作人员 你知道剧组完全否认 剧组想说你也抓不到我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带上去的全部是我们台湾的工作人员 结果你知道怎么抓到了吗 扭成泽带着曹玉对不对 竟然上了海军军舰 就很开心因为第一次上军舰 竟然自拍一张照片 上传网路 你说扣不扣谁 后来国防部看到之后 气炸了 直接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已经违反了要塞堡垒法 把他送办 到最后扭成泽只好出来鞠躬道歉 我错了 对性侵暗而坐牢的导演并不多 对 之前有一位张作继 扭成泽应该是史上第二人 是 而且张作继导演在我们台湾的电影史上 他也非常有名 也得过很多的奖 而且各位记得吗 《醉生梦子》也是张作继的主要作品 张作继在很多年前 一模一样的模式 他要拍一个电影 他就很喜欢他电影的女编剧 于是有一天呢 他也是跟剧组说 导演请客 所有的工作人员呢 就到他家去喝酒吃饭 那吃完饭 酒汉饿饿之后呢 工作人员离开 这个女编剧就留下来了 他硬是性侵了这个女编剧 之后女编剧当然对他提告 当然张作继有很多理由 可能说他当天也是断片了 他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 这件案子后来成立了 张作继是我们台湾电影史上第一个 因为性侵工作人员 尤其是性侵这个罪名 入肩服刑 那各位发现 他入肩服刑的时候很妙 当时呢 他的电影还入围了金马奖 但他仍是在坐牢 那之后他出狱之后呢 其实张作继在这个服刑期间 还自己拍完了一个微电影 那张作继也就成了电影圈 第一个进去因为性侵而坐牢的导演 明镜需要您的经历